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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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跑了 哎呀 这两个人是人贩子 谁过来弄死谁 东子快跑 我跟你拼了 喂你好 复查 那你怎么了 你爸从小爹娘就没了 我爸是个孤儿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我没了解 你再不跟你扔下来啊 小爹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骗我一辈子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普化 从今天起 我们来看一个三集的迷你剧集 长命锁的第一集故事 在别人看来 我们的主人公陈桂 是一个老实能干 踏实本分的人 这一辈子呀 辛辛苦苦 又当爹又当妈 把女儿陈阳抚养长大 不今呢 陈阳是大学毕业了 而且在一家医院当实习生 工作很不错 按理说呢 这陈桂是终于可以安享晚年了 但是陈桂自己知道 这二十多年来 自己每天都在备受煎熬 被一个梦魇所折磨着 无法喘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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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mov 对 对 对 描i 中文字幕——YK 哎呀 时候不多了 我说闺女啊 就在吃饭之前 先给你妈上炉香去吧 走 走 还去呢 快起来干活了 快点 快点 快 找我打着快点 你干什么呢 我门弄坏了 回那儿去 没事了 快起来 干活 走 走 干什么 给你也关一晚上 走 别门 别门 你们要是被警察抓着怎么办 不能出卖老板 不能出卖兄弟 但是老板开人来救 那管救你们人叫什么呀 叫爸爸 要是出卖老板 这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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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料 来咱们上班吧 美女看一下您之前在这修的小长命所 现在已经给您维修好了 不过您这个链子时间可能久了 建议您呢 可以在我们柜台上重新选一款 是我母亲的柜柜的遗物 我就想把它修好了留个纪念 谢谢啊 好的 再见 欢迎下次帮您 谢谢大家 我下一个车 我们下一个车 我们下一个车 我是在这边 对我们下一个车 我下一个车 我先来 我先去吧 我们下一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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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不好意思啊美女 抓住你了吧 疼疼啊 抓哪儿了 我给你走开 彬哥 起来 快快快快 快快快 还在房子吗 你不跑了 这次算轻的 下次把打到你的狗腿 童子 今天跟他一起 咱们俩一组 他身上有伤 咱们俩一块碰盆去 见着好车就往上撞 我们在后面盯着呢 用个机灵了点 看见了 去哪儿了 去吧 去哪儿了 慢点 我都碰槽一上午了 我腿都疼死了 咱们能歇会儿吗 走来 让我们跟着他 快 快 我想回家 你看这样子 谁不想回家呀 你在看后头 就跑得了吗 我知道 就那个街头 然后再往那儿走点 就是一个派出所 到了那块儿 咱们全都回去了 咱跑不到那儿去呀 不是啊 你怎么知道 我回来都被走上哪儿了 你还敢跑 求你了 我真的特别想回家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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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你 我没跑啊 你抓我干嘛 我回去给你算账 我真没跑啊 先带他回去 开头学我 走走 你胆子不小啊 敢放着跑 真的没有啊 还跟紧 啊 我 我说真的没有 你让我抓住他了 可是他就是太太 一下子挣脱了 臭小子 你要敢耍花样 我给腿把石头扔壳里 谁找不着你 真的吗 哎 杨杨 怎么样了 我看伤着没啊 我伤着没伤着 就是 就是 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妈留给我那长命锁丢了 哎呦 你说你没事你带着她干嘛呀 那链子坏了 我就拿去金键修 谁知道刚一出店门 就被抢了 哎 这人没伤着就行 可是那是我妈留给我唯一的遗物呀 怎么办呀 你就先别着急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 咱呢 不谈这些不高兴的事 走 先吃饭 被偷走的长命锁 是陈阳母亲留给她的唯一遗物 这些年来 陈阳跟着父亲一起长大 对于母亲的情况 父亲很少提及 家中也没有一张母亲的照片 天天在家吃 还吃不够啊 我爸做的菜 我怎么吃也吃不够 这闺女 这嘴还真甜 来 爸给你加油 嗯 来 爸吃菜 我自己来吧 你吃 对了爸 必须给你买个手机了 您看像今天这样有个事 怎么也联系不上您 多着急啊 这事 这事都怪爸不好 主要是 我不会弄的玩意儿 你说这要是买个吧 那不是也是浪费钱吗 爸 你啊 先许个愿 要不然啊 到时候这蜡烛啊 看见没有 它要滴着上蛋糕上 可就不好吃了 哇 一口就是吃面了 爸 嗯 你猜要许的什么愿 那你许的愿 我哪猜得着啊 我希望 我能挣好多好多的钱 买个大房子 这样我爸 就能有自己的卧室 就再也不用睡得沙发床了 哦 还要是我闺女孝敬我 嗯 吃菜 嗯 嗯 杨杨 嗯 嗯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商量商量 就是我想回趟老家 啊 怎么不然想要回老家了 这不是上岁数的吗 就总想回去看看 你不是也没回去过吗 我心思着 这次啊 带你一块回去 到时候呢 你好知道你的根在哪 我的根不就在这儿吗 我爸在哪儿 我的家就在哪儿 哎别笑啊 我跟你说的可是认真的 你呀 还真应该跟我回去一趟 我呢 还有好多事 我要告诉你的 可是 我最近没时间呀 你看音乐的事可多了 嗯 要不这样吧 等我休假的时候 我再陪你去 哎呀 恐怕到那时候 我就没时间了 哎 哎 大兵的今儿辛苦啊 嘿嘿 没没没没 三哥 嗯 嗯 钱 嗯 哎 不错啊 今儿生活就好 哎 哎 这玩意儿拿着玩吧 哎呦 谢谢谢谢三哥 怎么样 今天再试一下 没事 老黑说了 他说咱们这儿再有孩子 就就给他送过去 他那儿又用人多 呸 都给他送你我用什么呀 就是就是你嘛 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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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 这孩子整天神往外跑 那么前两年刚做完 这又跑 要不是大兵呢一下给他追住了 让他找警察 那咱们就玩完了 这是我跑的快 嘿嘿 这老黑手可黑啊 哎呀 哎呀 要不叫老黑呢 哎 甭说你的了 就我看着他都干涩 要不是那孩子 整天正这么折腾 我还真不把他放到老黑那儿 哎呀 要不说还是咱三哥仁义 啊 咱们钱都到手了 别了解你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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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长大了 应该懂事了 你要再这么自甘堕落下去啊 这以后长大了 可就是个小流氓 这阿姨更瞧不起你 我不是小流氓 是 你现在呀不是个小流氓 可你以后呢 这人家呀 是会说你爸你妈 没教育好你 这你妈妈不在了 还得被别人说 你凭什么说我妈 你有什么资格说 有折 请阿姨道歉 我不跟她道歉 你为了她 背了她的我们 你根本不会让我叫你爸 我 好了随便 你 说得好 我不配当你爸 你也不是我儿子 随便 你什么意思 有多远走多远 去找你轻生爸爸去 走啊 什么钱说父母 走啊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儿了 没什么可引完的 去哪儿 拿给她看 雪冰 自己一看 你好好地看 你看 看清楚了 周哲 压根就是我领养来的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周哲 你 你们都是骗子 你哥哥都是骗子 周哲 一年多前 冬子因和父亲发生争执 父亲离家出走 现在却被人贩子团伙所控制 无法逃脱 虽然冬子十分想念父亲和原来的那个家 但是他对父亲的心结却一直未曾解开 没钱啊 太行 没钱你跟我 我说啊 走走走 哥请你吃吃饭 咱们好好聊 你那个游戏啊 打的是真真不烂 还行啊 走走走走走 行了主任您就别送了啊我自己走就行 周董啊你看看你给我们医院捐送那么多医疗器械 还没有好好感谢您呢 您这就要走 来着方程吧 主任 车已经准备好了就在门口 那我就恕不远送了 是吧 甭客气了 好好好 那我们现在送您去机场吧 机场先不急 我是想问一下 这个公安局的话离咱们远远 公安局 我儿子周哲 从小脾气就绝 有一回他又跟我犯局 实在是把我给气着了 我就训他说话狠了点 结果他一摔门就跑了 我也没拦他 我心想小孩吧 耍个小心点 在外面把钱花完了 自然回来了 那想到 他这一走 就这一年多 那你没去找过他吗 怎么可能不找 第二天我就不安了 这一年多来 我想进了所有的办法 报纸 电视 网络 我不知道发了多少分寻人启示 可他就这么消失了 消失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说起来也好笑 以前我从来不信那些什么算命大师 这回我也找了很多大师 这些所谓的大师算到最后 也算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们只是告诉我 让我多做好事 周总那你这不就是在做好事吗 你们老说感谢我 其实我真担当不起 我给不少医院都卷赠了设备 这总是出于死心 我也希望自己能多做点好事 哎 说不定 是能打到上街了 把我的儿子喊过来 所以 我每到一个地方选走 都会顺便到当地的公安局去 报案了解情况 希望能打听到我儿子的消息 哎呀可惜 不许 这就是由于我 爸心不正 周总 我认为不管出于什么心 但是能做的是好事 好人就会有好报 我相信你儿子一定能找我回来的 谢谢 您千万不要放弃 一定能找到 咱们 想要是 请跟人就要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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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偷 站住 没事 你这个小孩 你干什么不好啊你啊 你别偷东西 你爸你妈不管你啊 我没有办法 把包还给我 把包还给我 送开我 把包还给我 送开我 把包还给我 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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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去 哎呦 穿着 哎呦 老东西 孩子不太能跑 揍他 行行行 走 走了 去 不要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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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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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我回来了 爸 买菜去了 喂你好 哦 我爸不在 请问你哪位 你уд 复查 他怎么了 没有 他到底怎么了 好 谢谢医生 我会劝他 老家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嗯 就是 我想回他老家 怎么不然想着回老家了 这不是 上岁数 就 总想回去看看 你不是也没回去过 不是 我最近没时间啊 我休假的时候 我再陪你去 哎呀 等他到那时候 我就没时间了 在前面的故事里我们看到 陈桂呀一直被一个噩梦所折磨着 他呢在多年前曾经交通肇事后逃逸了 而此刻他深知自己是身患癌症 时日无多 并想啊回到老家去去救赎这些年来 藏在心里的心事 而另外一边被人贩子团伙 教唆犯罪的东子啊 其实就是周学斌在苦苦寻找的儿子周哲 在一年多前 因为对父亲再婚的不满意 周哲呢 夫妻争吵以后 就离家出走了 而之后呢 周哲兴了犯罪团伙的控制当中 是无法逃脱 有故事的一老一小 他们即将走到一起 这都什么呀 这老东西 让我追了大半个城 都追回这么一些破烂 三哥 这够干嘛的 连一千都没有了 老板你回发话了 要是达不到指标 咱们都得受罚 大哥 最近风筝太急 这活不好干呀 这 那怎么着啊 你跟老板说来点脚体标啊 冲了 也就看你还记得我 看见没有 这包里的手是他金链子 到当铺里当了 算你今天完成任务 听见没有 当的时候给我机灵点 别耍花样 鞭子 给他换点像样的衣服 OK 那天我跟你练了 一块儿给当了 我还没没物肉 少废话 走走走 你这些东西哪来的 我是家里拿的 你哪里的东西来到 你爸妈知道吗 肯定你知道啊 我们不能动 哎呀 怎么回事 还没出呢 别出什么唱 您看看去 这为什么不收啊 你跟我想当的话 把你爸妈带过来 少师是我偷的 什么 少师是我从家里偷的 回忆了 带我看的 我妈妈病了 医院可呢 一直催着交钱 我爸跟那些 车� magnitude 都去世了 你实在是没办法了 这个生意 这是妈妈之间带的 我妈妈从前就给我的 就是我妈妈 我给你发发架 没没没没 没事儿已经到我当务了 是你 别跑 哎 你又是他 你追追追追 哎哎 干嘛呀 爸爸你帮我还给我 你帮不帮我 你帮不帮我呢 他们是什么人 是你们家里人吗 老头儿 又是你 是你们 上午刚做完你 你又跑这儿来捣乱了 这会儿真得让你找点技术 冬子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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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他什么人 你管我是他什么人哪 多管闲事儿 冬子过来 过来 回来 哎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这是大街上 你们不敢动手 我这 哎 老头儿 你可别乱来啊 呵呵 救命啊 这两个是人贩子 他们想抢我孙子 我求求你们 帮我把他那儿抓住 等着 这是人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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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跑 你慢点吃 头就不够咱再院 哎 我之前听你说你是孤儿 哎 你是个孔敬的孩子 那你怎么落到他们手里了呢 真的 那时候 嗯 有的时候要是给我找个工作 嗯 然后 我就信了 嗯 那走之后 他就给我带流伤那去了 一到呢 流伤就开始教我们 偷东西 他教你们空梦拐骗 嗯 哎 那你在那儿待了一年多 你没想着跑 跑不了啊 哦 那行咱先不说这事 那什么 你赶紧吃 吃完了之后啊 我给你送派出所去 这 我 我不能去派出所呀 这我想跟着你 我跟你说 派出所会给你安排住处的 嗯 这 哦 你是不是要出远门了 哎呀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照顾你啊 我是要回老家 要不你抢了我的包 我现在都到了 对不起啊 没事我不是难言你 我是说呀 我们老家 虽然跟这段距离啊没多远 带着带着还是不方便 我什么都会干 不会给您当雷锐的 不会啊 不是雷锐的事 我这事 我这事 我这本事 没事我怕花钱 没事我有钱 您钱 不不不 收起来收起来 行李了你就带我走吧 我不想吃派出所 我不想再当流浪儿了 那好吧 我带着你 好 嗯 快赶紧吃 来 吃 嗯 哇塞 好久没有睡过这么干净的床了 那照你这么说 你是不是也好久没洗澡了 馊了吧 我那一个月她洗一会澡 嗯 嗯 那这样啊 你先去洗个澡 嗯 洗完了之后好好睡一下 好 我那 这孩子 来 陈棍啊陈棍啊 你说你现在连自己你都 不知道怎么是好 哎呦 哎呦 你说吧你你这个 要一个好歹的 你可怎么办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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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三哥 我在这儿盯着吧 你什么时候过来 诶 诶 诶 好好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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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 有啥 小小兔子 站住 过来 快快快 出来 快出来 快出来 小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给我站住 抓住非弄死你 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抓住小兔崽子 哎 这不是东子吗 爷爷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本集的法律问题 刘三和彬子等人将东子 与数名未满十四周岁的儿童 拘禁在屋内 教唆威逼他们偷抢东西 对他们进行殴打的行为 涉嫌拐骗儿童罪和盗窃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62条的规定 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 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而刘三和彬子等人 属于多次拐骗儿童的 对拐骗儿童有奴役虐待情急的 对被拐骗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 对造成儿童的家长或者监护人 忧虑成疾或导致其他严重后果的 均应依法从众处罚 而且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 入户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 爬窃公司财物的行为 而刘三和彬子等人属于 个人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 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还有刘三和彬子 教唆利用冬子偷抢陈贵的书包 并对陈贵进行殴打 刘三和彬子的行为涉嫌抢劫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63条的规定 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方法 抢劫公司财物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另外刘三和彬子 教唆利用冬子的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第29条的规定 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众处罚 另外刘三和彬子口中提到的老黑 用残忍的手段将拐骗来的未满14周岁的儿童造成严重残疾 让他们沿街乞讨获取金钱的行为 涉嫌故意伤害罪和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34条的规定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根据我国刑法第262条 以暴力胁迫手段 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所以老黑的行为恶劣 情节严重应当恕罪并罚 陈贵的悉心呵护 让流浪儿冬子感觉到了久违的那种 亲情和温暖 然而陈贵也知道自己毕竟是 时日无多 并且自己的心愿还未了 所以说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好冬子 种种的无力 种种残酷的现实 让陈贵忍痛留下钱和字条 就离开了冬子 可是穷凶极恶的人贩的团伙 还一直都在找寻着冬子的下落 而同时陈贵的女儿陈杨 也获知了父亲身患癌症的事实 他呢也终于明白了 父亲为什么会那么着急的 想带他回老家去看一看 陈贵忍十分担心父亲的安危 也急忙赶回老家去了 那么陈杨能否找到父亲呢 而身无分文身患重病的陈贵 又还会遭遇到哪些挫折与坎坷呢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 咱们赶紧走 咱们赶紧走 一会儿咱们还行呢 走 爷爷 爷爷就醒醒了爷爷 小小兔奶子 我看谁还能救你 救我 救命啊救命啊 不能走 他们两个是人犯的 这孩子他是我孙子 这两个人犯子 今天追了我们一天了 他胡说 他才是人犯的呢 就是他拐着我儿子 东子爷爷错了 爷爷不该那么说你 多批一宫 始终生 我下次再不给你扔进了啊 给您打听一下您认识这个人吗 陈贵所想起来了 我爸是个孤儿 村里没亲戚 我爸是个孤儿 喝完了酒 开始拖拉地到处乱跑 拖拉地他给开走了 人也没了 搞笑人呢 心情好吗 这个人又先吃饭了 我手机上有两个您的位阶来的 是在大爷打的 那他现在在哪 陈棍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你这是 天爷 天爷 视频拿给他看 是我爸 看这 旁边这小孩 这是我儿子 他们要去凤城 凤城 凤城